又来了 公安又来干扰了 又来了 六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您 什么 什么 我讲错了吧 你们听着讲 错不错 老微信很穷 我们不要到北州去撒钱 这些公安 你们七八个人了 七八个人了 都听着讲 这个撒钱的 对国家 对社会都没有好处 都没有好处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跟你说 凯丽 你叫我家来 你到我家来是换法的 我有我的言论自由 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吧 大家听到这个实况了 我想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 我们美国之音呢 对孙文广教授的这个遭遇 以及孙文广教授遭到这个 不公众的这个打压行为呢 表示强烈抗议